黄敬是天津市的守卫市长 但是他还有个更让人感兴趣的身份 就是江青的第二任丈夫 据说他指引江青走上艺术之路 更是介绍江青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其中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请大家点赞加关注 小编今天来给大家讲讲黄敬的故事 黄敬本名于启威 出生在浙江的名门世家 虽然是大祸人家的少爷 但是于启威思想先进 并且热衷革命事业 大学期间多次领导学生爱国活动 作为学校的文艺骨干 于启威创立剧社 并且经常带领同学们排演进步剧目 当时的江青还叫李云赫 他的父亲生性暴躁 经常打骂母女二人 所以母亲一怒之下 便带着李云赫来到济南 没想到李云赫天赋不错 在戏剧实验剧院招生时 表现出众 一考便顺利通过 还得到了院长赵泰谋的赏识 李云赫学习后 经常在一些剧场客串演出 得到了培庆富家公子的追求 两人迅速成了婚 但因为两人天差地别的生活环境 李云赫受不了大祸人家的规矩 第一段婚姻就此匆匆结束 他辗转来到青岛 赵泰谋当时正任青岛大学校长 便把自己的小舅子 于启薇介绍给了李云赫 于启薇一表人才 还是学生领袖 李云赫外表美丽 性格开朗 两人一见如故 迅速坠入爱河 李云赫加入于启薇的剧社 在进步青年之中 小有名气 为之后的演绎之路 打下七处 除此之外 于启薇还介绍李云赫 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1933年 因为反动派的抓捕 于启薇不幸入狱 组织担心会影响到李云赫 把他安排到上海生活 虽然经过组织和家人的积极营救 于启薇平安出狱 依然继续从事着抗日爱国的活动 但是因为工作繁忙 两个人聚少离多 两个人的矛盾和争吵越来越多 所以最终这段婚姻也走向了破裂 李云赫单身后留在上海 继续从事演绎事业 全面抗战爆发后 演艺事业无法进行下去的李云赫 化名相亲 跟着进步青年一起到延安投身革命 而于启薇的心理 仍旧放在革命事业上 全面抗战爆发前 改名黄敬的于启薇 已被任命为北平的市委书记 后来北平沦陷 他又到进查记编区工作 成为当地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 天津解放后 伟人亲自任命 其为天津的首任市长 已经自北京上海 可见伟人对他的信任和重用 上任以后凭借着自己多年 在边区的工作经验 黄敬以最快的速度 就将天津的秩序恢复平静 根据天津独特的地理位置 黄敬调整当地的发展政策 对天津以后的发展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以至于他在调任中央时 百姓纷纷走上街头 表示天津人民是不会忘记黄市长的 这难道不是对一个好官的最高包奖吗 他给天津的百姓留下了好印象 积极参与到百姓的生活里 丝毫没有任何的官架子 与当地人民迅速打成一片 虽然当时他只有三十七 是官员里最年轻的 但是他总是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 每天闲暇时候就遛马路进商店 四处了解民众需求 毫不夸张地讲 天津解放的第一天就通了电话 第二天就通了水电 第三天连电车也通了 这样高效率的工作下 天津的生产又怎能不迅速发展呢 到1952年底 天津的GDP跟1949年相比翻了一番 但因为长时期的高压工作 黄敬最终还是病倒了 因为巨大的心神压力引发心脏病 在1952年底 黄敬把一生都革命事业 却一生廉洁清明 在担任天津市长期间 他最喜欢就是跟通讯员一起打篮球 甚至出去办公的时候 自己开车 让司机坐车 去工地巡视的时候 自己扇着菩萨 更是在建设水上公园的时候 与大家一起劳动 他的精神不但影响着后人 也深深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 正是因为他们这些革命者的努力 才有我们如今幸福的生活 做事是什么 精神不得出人的